平抽球 平抽球主要用于酸打当中比较多 也就是说 在球在中半场的时候 在这种肩跟腰之间的这种球 叫平抽球 平抽球的这种要领 就是击球的时候 尽量掌握击球点在身体的前面 不要靠身体太后面 靠了身体太后面就不好发力 所以尽早地迎出去主动地击球 正手的平抽球 握拍还是一样 动作要比较小 靠小臂和手腕的短时发力 平抽球是把身体两侧 肩以下腰以上的来球平扫过去 正手平抽球 击球前先向后引拍 曲肘 手腕后伸 然后向前发力 用前臂和手腕的爆发力将球击出 练习时多采用两人反复对抽这种方式 练习时多采用两人反复对抽这种方式 练习时多采用两人反复对抽